ok 那么我们经常在项目开发 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项目克隆一下 克隆一下之后啊 之后呢 你就是在你的电脑上 去进行一个开发了 进行一个开发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你get branch 你看一下我们这里面呢 只有一个分支对吧 但是我们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啊 不是在mass分支上面进行开发 那么而是呢 创建一个自己的分支啊 创建一个自己的分支 进行一个开发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可以呢 创建一个自己的分支 给它check out 跟币 然后呢跟上一个名字 好这里面我就 get branch啊 我就创建了一个分支 叫做smart啊 那么之后的话 每天我就是在 我自己的分支上面 去开发这个代码 去开发这个代码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可以在这里面 编辑完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要编辑一个 这个views.py 我在这里面开发 开发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写上这个 要开发的内容啊 好 比如说写上一个itp 然后呢写上一个response ok 那么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写上这个东西 然后呢 最后啊 我们直接 哎 返回一个东西 对吧 反应该itp response 好 然后呢写上一个index 然后呢 比如说你这个代码 你开发完成了啊 你开发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在本地呢 去做一个提交啊 gitstatus 就先在本地做提交 git add 然后呢写上一个views.py 然后呢 git commit啊 -m 后面呢最好能跟一个有意义的说明信息 比如说我写的是 哎 创建啊 创建这个index 试图 ok啊 那么你每天的话 最多的就是在你的本机上面啊 去编辑这个文件进行开发 那么你觉得可以保存一个版本了 你就可以呢进行一个commit啊 在本地进行commit的 那么哎 有些时候你开发几天之后 那么经理说了 我们项目对吧 完成的差不多了 我们自己呢 大家你把各自的这个代码呢 把它往我们的gethub上面呢 进行一个推送啊 那么这个推送怎么推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怎么把自己的代码去推送到我们的gethub上面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推送之前啊 找到我们的gethub上面 这里面有一个ebranch 你点开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分支 是吧 只有一个分支啊 它只有一个分支 那么 我们去推送分支的时候怎么推送呢 就是 直接是啊 get push origin 然后呢 后面你要推送到 origin代表什么呢 origin就代表远程的分支啊 就代表那个gethub 哎 你要推到gethub上面 哎 分支 你把哪个分支推上去啊 你把后面跟上一个分支的名字啊 就是把该分支上所有的本地提交推送到远程库啊 推送时你要指定本地的分支是谁 然后啊 gethub呢 就会把这个分支推送到远程上面的对应分支上面去 你比如说我现在呢我这里面写的就是 gethub push origin 然后呢写上一个 smart 我要把我本地的smart推送到远程 那么远程上面是不是现在没有这个smart 对吧 那你注意你这里面你一推的话啊远程上面就会自动的建一个smart分支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回这 OK 这里面告诉你的就推送完成啊 就gethub push啊 代表推 然后 推送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呢 在这边 哎 做一个 刷新 刷新完之后你就会看到远程上面看到没有 多了一个分支啊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再给大家看一下 点到这里面你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多了两个分支 多了两个分支啊 那比如说我点击smart分支里面 我看一下它里面什么内容 你点点开这里面 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是不是 除了这些内容之外是不是多了一个views 那个views是不是我刚刚写的内容 对吧 这里面啊 就是将你自己的代码呢 推送到远程上面啊 gethub push orision这个单词呢 代表就是远程 就是代表你的那个gethub啊 gethub OK 这里面是推送分支